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之前,11月14日她第一次飛禮做一個17歲的女生 在她面前打飛機 誰知隔了三天之後,她真是吃除滋味 這次找到一個有盜竊案被捕的女生,16歲 晚上11時就去警署,又是帶她去人人室 即是女生犯案的?是疑犯來的 疑犯來的,又是帶她去人人室 又是像上次一樣,一直就不停看著她的胸 接著就借一些東西,借一些東西,捱身捱細 接著就開始伸手,進去原生裡搞 又在說噁心話,接著就開始非禮她 但是這個女生,其實她自己覺得自己有案底在身 又怕得罪警察,沒有人走的 所以就算這樣被人非禮,她也不敢跟別人說 只是啞人而已,所以一直都沒有說任何東西 這張照片看起來好像不太有關 其實因為梁禮仲以前也有做過一些案件 這些案件,譬如斬人案、傷人案,這些案件裡 她都立過功,所以才可以升到做CID 誰知隔了三天,出了事 一個星期之後,去到2008年的11月24日 就是這個女生,剛才我們說被人強姦了 那個19歲的女生,去了旺角警署 所以因為她之前是天水圍不見了錢包 她就跟男朋友去,去到沒多久 她就說因為同事在忙,你晚上11點半再回來 最後隔了一個星期,就開始搞這個19歲的女生 原來當時她還成功約了另一個獵物 其實在十月底,曾經有個女生 她是21歲的女大學生 她就報失了手提電話 哇,不見了電話 這個梁禮仲當時她就不是告訴自己的名字 她就說我叫王Sir 拿個假身份,就約了這個21歲的女大學生去到警署 誰知這個大學生去到警署之後 又是帶她去營人室 這個王Sir就說 其實呢,我就... 大學生就看到這個王Sir說 我還沒辦案啊 那就跟她聊聊天 這個大學生就說 其實呢,我也有想過考警察的 我是不是很胖啊 誰知她這樣一說 就更正,這個梁禮仲下懷 她就覺得 咦,妳呀?不太胖啊 來來給我摸摸 就開始借一點 對這個大學生摸桌 摸到腳 跟著又開講稀稀稀的東西 說好色的東西 跟著又說 哎,做愛之小 的那樣 跟著之後呢 就強勁化這個女仔的腳 伸手 然後進去的裙子裏弄她 這個女生始終是一個讀過書的大學生 她有些態度 她明白有些事情是有問題的時候 就立刻問她拿一個警權篇口 她投訴你 神經病 又說鹹事又罵我 然後她最後逃走 逃走的時候 她沒有即時將這件事舉報 你看到她這個梁禮仲有非禮過那些年輕人 十六歲 十七歲 報警什麼都有 很多都沒有人告發她 被人告發的時候 膽子就越來越大 於是最後就強姦了 剛才天水圍住 十九那個女生就強姦了她 其實我不太明白的 有一件事 為什麼那個女生大學生被人非禮了 我明知道她有問題的時候 你都不敢去報警 很明顯她對她不信任 對警察也不信任 她覺得我報警 如果在這裏報警的話 她也是這個人 會不會有問題呢 或者會不會私傷受受呢 警察自己說了一件事 就是一樣的 可能又或者在這個社會 入世未深 對這個事情理解 一時之間未夠深入 或者很害怕 最主要是很害怕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啦 大佬被人抹開她的腿在搞 不知道會不會 害怕到就是 我再報警 你會不會冤枉我呢 你是警察 你有特別權力的 你可能會冤枉我 你告醫生 也沒那麼害怕 因為醫生 我告你 你冤枉不到 你最多說我不幫他治病 你冤枉不到 但你告警察 警察會不會有其他人 用其他手段去威逼你呢 始終警察的權力是比醫生大 他在社會上的權力 確實是比醫生大 那你可能真的怕到不敢出聲 我 嗯